您刚刚提到 您边听经边拜佛 我们很想这样去学 可是这是不是一心二用 为了拜佛 而边听经边文化 我相信我们没有这样的根性 请师父您可以不给我们指示 如何边听经边拜佛 这个也是自己摸索 因为每个人根性不同 方法也不能千篇一律 这个方法适合我 未必适合你 你总要找自己最适合的方法 当然方法我们可以提出来 讨论分享 你可以借鉴 可以适用 你觉得很适合 那就用 不适合 那你再找别的方法 这个是没有固定 也不能要求人 我们只能是要求 这个听经 懂得原理原则 修学的原理是怎样的 原则是怎样的 那么修学的方法呢 佛也介绍了很多 那么善知识啊 同修道友啊 也可以给我们做介绍 那我们从中要选择 最适合自己的方法 那么我自己感觉到呢 边听经边拜佛 心里很清净 那我就请教师父上人 可不可以 师父说好啊 可以用 那我就用 那这个方法 我觉得很适合我 我也不会一行二用 我这个拜佛的时候 我就专注听经 那么当然这个 老法师的像 就是我们在听经嘛 也是拜老法师了 老法师上面是阿弥陀佛了 所以阿弥陀佛也拜 老师也拜 尊师重道嘛 所以师父讲四个小时 我就拜四个小时 那我感觉到呢 这个沉浸心容易拜出来 所以听经呢 能够听得更 有这种领会 更能够体会到 师父讲的意思 那这个方法 你可以试验试验 如果适合你就用 不适合也没关系 你就专拜阿弥陀佛也行 好 谢谢